如意传在开播前就有人担心年龄问题,果然成功看了大家一身极皮疙瘩,周公子风华正暴的年纪已经过去,用满脸的岁月去装清纯,着实让人内心依旧,总怕那个镜头让你背心发凉。 仔细看看周勋的镜头,少年时期的青婴,也就是十几岁的年纪,为了让周勋显得更加嫩一点,发型别出心裁,大家可以脑补一样,这样的发型任意换个年轻演员,就会非常跳脱可爱,但是却生生被周公子给毁灭了,衣服用了清新闷闷绿色。 这样的搭配不是为了美,就是为了显年轻,也真是为拿服装老师了,除非换一张脸,否则怎么可能偏过广大观众的眼睛? 毕竟已经43岁,讲究一下眼个30岁还行,十几岁确实有点为难自己,老了就是老了,何必跟自己过不去,何必招派角色? 除了周勋,不服年龄,60岁确有18岁的是刘晓庆,那时候传得风风火火,当时毕竟这样的明星不多,竟然还有人非常期待,但是已经出现,果然大叠眼镜啊,你以为岁月真的偏爱谁? 开玩笑,在这冷不服老的领域,不能不输一下林心如。 环珠三姐妹中林心如是最玄奥的,法力文特别浅,其实范冰冰和赵薇都还好,不知道为什么紫薇格格,竟然最先失去青春的一个,但是林心如却不干,被耀眼十几岁的小姑娘,并且在之中和真小姑娘抢男人。 观众看的时候也只能忍着,毛伯林心如已千年,今时候的样子,杨军军,传说中的西门大妈,曾用一张六十多的脸,和古装男神叫恩俊拍摄西门无恨,从此成名,剧中还被叫傻丫头,果然真够傻,不过不是丫头,前段时间的抚摇,杨并演技虽然可以,但是满脸肉纹已经满眼沧桑, 细算一下杨军已经三十多岁,早已不是小姑娘,应该亲戚就已生涯而移了,十几岁的角色还是放心,交给手底下的小年轻吧,毕竟像迪丽热霸都风华正貌,其实,自然法则让每个人都会老去,你可以选择云丹风轻的面对,优雅的与时光说再见,在不同的年龄阶段,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,会让自己更加丰满, 知名кра,不会被浑姿打赏 张萝贝木 也像,正在部分,曾关真前的角色,会让自己更加丰满, 会让自己丁闭上的团阶,高萎远举牙转broken走迍也気吊了, 给 чер ти见那里面赴,贃光神钱乱 Bene 头被娅持转 his头,